历秋之后 很多人都有进补的习惯 然而补得不好 却容易得三高 那湿浊呢 如果在血液当中 就叫做高血脂 我们该如何进补远离三高呢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历秋就得生清降浊 防三高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由鲁南治药起达力金房颗粒 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 中医股方治腺病防止感冒 就用起达力金房颗粒 我是主持人易南 那再过两天就要历秋了 在这儿呢 想先问一下 咱们在座的各位健康观察员 这历秋之后 你们会选择做什么呢 那一定是贴秋彪 大家一起贴是吧 胖姐会选择怎么贴 我呢算一个老北京人了 一般贴秋彪这天 我们比较讲的爱吃什么 煮白肉 它清热 去火 你别看它这肉肥 通过长时间的这种煮 把油都排出去了 所以又解馋 还吃的 我觉得挺健康的 好美丽的借口 其他人呢 我们武汉盛产的是莲藕 在进入秋天 立秋的时候 我们都会喝莲藕排骨汤 就会觉得 整个浑身很舒服的样子 天涼了 爱喝汤了 是吧 对 那我们陕西人 肯定还是吃面了 立秋的时候 这个汉中的邦邦面 特别受欢迎 他这个最早的时候呢 说是因为赶集行军 刘邦就让他的士兵啊 这个拿长毛的 也去帮着擀面 结果乒乒乓乓地 撞在一起 就邦邦面 后来的时候呢 大家就是夜市上面 挑着担子 这个邦邦的敲 也叫邦邦面 然后它是那个 上等的白面精致地 调出来呀 酸辣鲜香 吃下去以后呀 然后又去湿 又暖胃 这个行军的呀 夜归的呀 吃了臭全身暖洋洋的 特别舒服 哎呦 我们还在这长知识了 为什么叫邦邦面 哎呦 真好 看着就好吃 我是福建人 我们是山和海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福建人 铁球标呢 吃这个海力尖 那么正成功呢 收复台湾的时候呢 何然人呢 就把这个 就岛上的这个米呀 粮食啊 都给藏起来了 郑家军呢 过去以后没吃的 怎么办呢 后来呢 集中生智 就说呢 把海力子和薯粉吧 一起煎煮 做成海力煎 结果呢 成为了一道名菜 它有补脾胃 强健筋骨的 这样的功效 好食物 是有一个历史故事的 一个好食物 你呢 我是浙阳精华人 我们南方一般 不叫铁球标 我们叫啃秋 然后我们一般会吃清凉糕 清凉糕呢 主要是一个木薯粉 还有白糖 还有薄荷 制成了一个清清凉糕的一个小吃 因为我们知道嘛 历秋之后 它并不是夏天就过去了 它还会热很长一段时间 吃清凉糕呢 就可以清热解暑 然后还可以排毒去湿 给我都说馋了 尽管说呢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但是在历秋这一天呢 都会不约而同地去选择进补 实际上我知道 也不光是咱们今天赛场的各位 会选择秋天进补 在全国各地很多的地方 一到历秋呢 都会有进补的这种习惯 不是有句话说吗 叫秋冬巧进补 来年能打虎 但是呢 也有专家跟我说了 这个秋补啊 它补得好了呢 来年能打虎 如果要是补得不好啊 还容易补出三高来呢 所以说秋天进补 我们到底该不该补呢 如果要补的话 要怎么才能远离三高呢 好 接下来呢 就请出今天的两位主讲医生 来 有请 欢迎颜医生 主持人好 您请 来 欢迎先生 来 您请 颜玉红 广东省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谢连帝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新内科主任医师 好 欢迎二位专家 您看这个 这一入秋啊 天就凉了 这人的胃口呢 就好了 而且呢 咱们中国自古以来 就有这种秋冬进补的 这个习俗啊 跟这个丽丘这个节气 是不是有关系呢 其实我们这个丽丘啊 它是24节气当中的 第13个节气 那我们今年丽丘是8月8号嘛 就是英丽的6月22号 其实是一个早丘 虽然丽丘有早丘晚丘 但是只要自然界 这个雾后特点到了 那我就证明 这个节气已经到了 而这个雾后呢 其实就是代表了 我们这个自然界当中 最能代表这个节气的 三个特点 那丽丘以后的 雾后特点是什么呢 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 这个小板子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呢 一后凉风质 二后白露声 三后寒蝉鸣 哎呀 真是 听着就清凉是吧 那我们今天现场 请到的健康观察员呢 有一位唐主任啊 他就是专门研究 节气和民俗的专家 来 唐主任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丽丘的 三个雾后的特点 丽丘尽管是 天还很热 平均气温 大概在夏季里头 是第三高 就是大暑 小暑 丽丘 但是呢 这个时候 晚上已经 感觉到凉意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妇罗带高压 已经离开了 所以当晚上 天凉下来的时候 空气中的湿气呢 就会凝结成为 一层白雾 浮在低空中 所以呢 我们可能在草木上 它能感受到 湿的 那么寒蝉鸣呢 它指的是一种资料 个头会比较小一些 所以呢 这个时候 鸣教也意识着 它已经是 感受到凉意了 因为说 秋天的这个资料啊 就是已经 慢慢慢慢地 要淡出来了 那我们中医认为呢 这种寒蝉 它是属阴性的 那其实秋天呢 它也是属阴嘛 它可能是阴性的这种物种 然后感受到阴气而生 它就叫得特别欢 嗯 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 这个立秋以后的气候的特征 那为什么在这样的气候特征下 在立秋这一天呢 都会不约而同地去选择进补 因为过去呢 农师劳动啊 生产效率啊 工具啊 都不如现在好 所以呢 它农民在生产劳动 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春种秋收 那就靠夏天这个时间来生长 所以它要除草除虫 要浇水浇肥 所以很多农师活动 有一种云田 叫跪云 你要跪在田地里头 然后呢 把那个稻苗上的那个边上的草 都给薅着 然后再给它埋在土里头 一步一步往前爬 吃也不好 食欲也不振 所以在呢 它是有一个 就是立夏的时候 它撑人 然后立秋的时候撑一下 这两下体重一减 就知道 我在经历这个夏天以后 我是体重是长了 还是降了 但是往往是降了 到了这个入秋的时候 好不容易这个农师啊 稍微就是有点浓闲 同时呢 我这个时候呢 食欲也有提升 所以我要补一补 既补气又补标 我真的体会过 就这种干农活这种辛苦 我们基本上就五六点钟 就起来了 起来就直接就也不吃饭 就直接去地里干活 那个时候太阳 就真的是会很晒 特别特别特别晒 那时候收卖的 全拿镰刀的 你看我的姿势 总共都专业 对吧 就终于把挂 终于把挂 然后扎的哪都是 然后特别特别的热 然后你工作大约 就十一点钟左右 就回来了 回来 然后这时候 你还要自己做饭 这时候做饭 基本做什么呀 我们叫热水 汤干粮 其实就像那底下 烧着热水 下面搁点干粮 因为你已经很累了 你要自己做饭 就蒸一下呗 对 就热一下 蒸一下干粮 对 没什么肉菜 比如说肉菜了 有凉拌黄瓜就不错 因为这个人吧 他消耗的又多 然后他摄入的又少 所以我才能靠外界的 然后饮食上去滋润 然后再去补充这个标 就是天球标这个标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肥肉 就是胖姐说那个白肉 对 就是那个白肉 现在我好像标很多 已经不需要了 所以时代不同了 确实 我们要在补的方面 也要注意了 那为什么补不好 会容易得三高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通过一个题板 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条 苦夏环境消失 就是为什么要进补 是在以前古代 自然环境 还有食物都不丰富的情况下 那么经过一个夏天的消耗 也没什么吃的 胃口也不好 然后人们都是比较疲劳 比较虚弱的状态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 夏天也不消耗呀 那我们现在又是空调 又是冷饮 然后胃口还吃得比较好 所以其实根本就不需要 我们秋冬的时候 再来进补了 另一方面呢 现代人呢 有很多现代病 比如说有很多高血压 糖尿病高血脂 就是我们讲的三高 那有现代病的时候 它其实补不进去的 那很多食物 都是生糖啊 生血脂啊 生血压的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就会影响到 我们身体健康 所以本来就已经 身体的各方面 就已经有点高了 然后如果再使劲补的话 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了 对对对 对吧 来 再看一下第二条 天气转凉 刺激血管收缩 你看咱们这个夏天的时候 气氛是最热的时候 等它慢慢力求的时候 这个热呢 慢慢热都往下减 大家都误着有个特性 就是什么 热胀 冷缩 血管其实也一样 天气被凉的时候 血管就会变收缩 那么血管一收缩 血压就容易升高 对对对 其实还有一个 正剩下的时候 出汗特别多 那么出汗特别多的 那个血管里的水分呢 它基本也就排出去了 不知道您身边 有没有这样的患者啊 他等到夏天的时候 他要减上一两个家药 等到秋冬的时候 他可能加回去 其实有的家药 它就是利尿剂 你看它利尿剂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 血管里的水分 给利出去 带来出汗特别多 我不需要你利尿剂 我自然而然 通过汗就给排出去了 这样子呢 等到利秋以后呢 然后它的出汗也没那么多了 所以那个血管里的水分呢 也会变多 会导致一个血压的一个升高 没错 没错 提醒得特别好 第三条是 温度适宜 让胃口大开 这个两位 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第三条 因为等到夏天的时候 它为了适应 这个自然界的环境 素的血液在外面 那么里面这个脾胃 脾胃可是管消化的 脾胃向对我的温度 就要低了 那脾胃的温度 就低 脾胃的功能就会差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容易苦下 但等到秋天以后呢 慢慢慢慢 阳西方会收了 这脾胃功能 然后它就好了 所以许多人就开始吃了 刚才我看又吃排骨 然后又吃白肉 还吃那个绑绑面是吧 各种的碳水啊 各种肉类啊 就开始着顾上了 可是这样子 你胃口大开以后 我们的高血糖 高血脂 都是跟饮食相关呀 你过多的不去 节制饮食 所以可能就会导致 一个血脂血糖的一个升高 对 胃口好了 还要稍微地节制一点 要不然就容易了 没错没错 提醒得特别好 好 我们再看下一条吧 下一条是什么呢 刚刚立秋 依旧湿气很重 这怎么理解啊 其实我们立秋完之后 它还是属于长下 那我们终于讲啊 长下煮湿 这个湿呢 就非常容易困住 我们的脾胃 这个脾胃 就像我们一个锅 然后锅底下是个炉子 锅是胃的功能 把食物搅拌搅拌 腐熟了之后 脾呢 它像底下的一个小火炉 然后把我们整个的一个营养物质 运出到全身 它如果正常输送的话 这些水骨精微 应该是弥散的 水液的状态 但是如果脾胃的功能下降 它的这个弥散的状态 就会变成有形的 粘质的状态 就变成了湿灼 那湿灼呢 如果在血液当中 就叫做高血脂 如果在我们的这个血管 可能就叫做这个高血压 所以它其实就是 我们弹湿的一种 具体化 形象化的表现 好 来 我们再看一下第五条 我们更下以后 阳气逐渐内收 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从春天开始 这个草开始发芽了 树开始长叶了 那个阳气都往上走了 你这所有的营养物质 适不适都在树叶上 跟树干上 花上 果上 对吧 都是在外面的 都是在上面的 等夏天的时候 阳气是最盛的时候 那么等到秋天的时候 它就开始往下走 为什么往下走了 秋天果实成熟了 它已经成熟了 你就没必要再往这个果实上 再输送营养物质了 那营养物质往哪走 慢慢往根上走 等冬天的时候 所有的营养物质 阳气 金也全部到根上 这是阳气内收 人其实也是适应 这个自然界的一个变化 等到从立秋开始 慢慢就是剩下以后 这阳气开始往里走了 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变化吗 阳气往里走 外边的阳气 是不是就会变少了 在这血管 是不是许多 可能血管都是在外面的 那么这时候 阳气变少了 就容易什么 容易收缩了 你看 就是三高里面 尤其是高血压 秋天的时候 血压波动人很多 一到季节变化 血压就容易变化 其实这个情况 一般就是说明什么呀 它的阳气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阳气你往里收一点 你外边你都受不了 好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使得我们虽然经过了一个 炎热而漫长的夏天 却没有因此苦下 与此同时 高温环境却又导致了 我们的脾胃和筋液受损 特别是历秋以后 天气转凉 本身就对血管不利 此时如果盲目进步 就会引发三高 对于以下两种人 尤其需要注意 第一种就是脾须湿困的人 夏季多雨潮湿 脾脏最容易被湿困住 导致脾胃 生轻降灼的功能下降 历秋以后 虽然胃口恢复了 但脾胃功能的恢复 却需要一个过程 那脾须湿困的人 身体上有哪些表现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一般来说 有这个脾胃湿困症状的话 会在我们的身体上 有什么反应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症状吧 好好好 首先脾须的人呢 他比较容易困倦 就总是觉得没有阳气 因为脾是主生阳气的 觉得累累的 对对对对 经常会疲乏 然后肢体会觉得比较沉重 因为皮主肌肉似肢 那另外呢 比较严重的人呢 会觉得肢体是浮肿的 就是眼睛是肿的呀 然后这个脚也是肿的 我一般看女性 就是看她是不是有那个袜痕 就袜子会勒出一条痕迹 这种时候 其实已经有点轻度浮肿了 然后我们看脸色呢 就是经常面色是微黄的 然后另外呢 就是她在饮食方面 影响是最大的 脾虚失困的呢 它是不思饮食的 胃口不好 不想吃 然后就算吃进去呢 可能会有点恶心 想吐的感觉 然后这个再严重一点呢 有些人总是觉得 喉咙不清爽 想咳痰 对 其实中医甲这个脾为生痰之源 肺为储痰之气 所以她这种咳痰的表现 也是脾虚失困的一个表现 那再往下就是 总是觉得这个胃胀 腐胀 这个肚子吃一点东西 就制住了 不消化了 然后大便呢 是黏腻的 那很多人可以看一下 大便是捏马桶的 那这些呢 都是一些症状 那其实我们中医看呀 不用你讲那么多 我们一看舌头就知道了 对我们看中医的时候 医生都会让你来 剩下舌头看一下舌头 对对对 那我们看一下呢 有这个脾胃失困的人 舌头是什么样的状态 对 大家看这几个舌头 有什么特征 共同特征呢 能不能看出来 就舌的这个肉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都是圆圆的 胖胖的感觉 所以第一个特征就是 舌体比较胖大 然后第二个特征 我们看一下 每个舌头都有这个 锯齿状的表现 这个呢就是齿痕舌 齿痕舌其实就是 舌头比较大 它在口腔当中 被这个牙齿 给压出来的叫齿痕 然后第三呢 我们才看舌面 看这些舌面 多多少少 都是有一些白腻 或者是黄腻胎 所以这三个特征 构成了这个 脾须失困的一个表现 胖大舌 齿痕舌 白腻胎 回家自己对镜子看看 自己是什么样的舌头 是不是这样的 对 你看这个脾须失困 有这么多的表现 咱们现场的各位 有没有这些症状 其实你不要看 我身上肉挺多的 我其实总是没有胃口 就是为什么 我要吃这个酸辣鲜香的呢 就是我必须得来 各种味道很强的 来刺激我开胃 就是虽然我胃口不好吧 但是我只要被刺激到了 我吃的还挺多 其实我们终于讲啊 就是你的脾比较弱 香皂的东西 它是可以行脾开胃 所以你就喜欢吃这些 就侧面反映出 你的脾是虚的 那它其实脾胃差 它少吃一点 能够供求平衡 过段时间就平衡了 自然它胃口就开了 对啊 郭宁明白了吗 没有胃口的话 也别生吃是吧 还是要把这个问题 给它调理好了 对 自然就有胃口了 对对对 如果我们发现 自己有脾虚失困的症状 在进补的时候 就要注意了 不要过度进补 尤其不要贪吃大鱼大肉 那说完了第一种 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种 阳气内收异常的人 在立秋以后 如果盲目进步的话 也会引发三高 立秋以后 天气逐渐转寒 大自然的阳气 往地下走 果实成熟掉落 叶落归根 滋养植物的根部 而我们的人体也一样 我们的阳气 也要往体内走 才能滋养我们的股脏六腑 如果此时我们不注意饮食 或者消耗过度 就会造成阳气内收异常 那阳气内收的异常表现 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那如果阳气内收了的话 我们的身体 会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呢 其实秋天 它其实是让人 很舒服的一个季节 正常来讲 如果说健康 这阳气内收 是没有任何表现的 但是如果当你 正气不足的时候 这阳气内收 它就容易出现 各种刚的表现了 你给大家的体板展示一下 你比如说 它可能会有一些 头晕啊 会有一些耳鸣的 这些表现呀 口干呀 更严重呢 可能会嗓子疼啊 阴气很严重的 可能会出现咽痛啊 还有的人 就是一肚子又有湿机 这时候 如果你在阳气再没收 你本来就是已经有湿机了 它就容易产热 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能会出现什么呀 就可能就未热的 这些表现的 比如说口腔溃疡啊这些 那我们怎么能 收支平衡呢 就不让它出现这些问题呢 它是鉴于什么 它鉴于本来有些基础疾病那些人 就是比如说阳气亏虚的人 你假如说 夏天的时候 你会觉得气短呀 没劲呀 乏力 这气虚本来就有 而平时说话多了就累的话 或者一拎重东西 就说不行我气短了 我累的话 像这样的人呢 最好等到夏天的时候 加一点补气的药物 这个时候就开始补了 当你的气的功能足了 你该收就收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食补呢 刚才说了 咱们其实夏天 也没苦到哪儿去 因为夏天的时候 各个就是小吃的这个门口 依然都是在火爆 所以这种情况 在说胃里的 其实就不空虚 那这时候咱就不要过多的 这个时候就过多去补了 胃肠是一个 就是空食交替的一个状态 当胃食的时候 肠子是虚的 当肠子去都是胃食时 你不能什么时候都是食的 你什么时候都是食的 然后你这种 阳气在阴内的时候 你光就火就起来了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一起来 共同了解一下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 才能够远离三高不采雷 好 那接下来就进入 我们的传言便便便环节 历秋吃茄子 降火除灶防三高吗 历秋吃山药 三高降了 肾不虚了吗 历秋后的这个瓜 虫草都不如它 健脾胃促消化 降三高吗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职场健康课 由鲁南制药 起达力精防克力 独家冠冰播出 感谢鲁南制药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传言便便便 你说我来也 各位好 我是陆伦一 俗话说得好 秋天补得好 冬天并不早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 搜集到了很多 关于秋补的传言 这些传言不但口口相传 而且捉捉相传 但是当中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有些说法 我们来看看第一条是什么 真棒 来 咱俩自拍一个 来 真美 大姐您好 抱后顺序照个相呗 好嘞 好 来 照这一块 来 照拿 带好了 好嘞 看看 你这么爱吃茄子 买这么多 不是爱吃茄子 历秋吃这茄子呀 能降火 除灶 缝三高 真的啊 这个秋天收成的茄子呀 叫秋茄 这个时候的茄子呀 皮薄肉厚 口感更好 而且茄子呀 味干性寒 具有清热的功效 这么好啊 你看 我这么爱吃茄子 我都不知道 远远 快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不谢 不客气啊 谢谢 谢谢啊 今天第一条传言说的是 丽秋吃茄子 降火 除灶 防三高 这茄子还有这么好的妙用吗 听听大家怎么说 胖姐 我觉得这个传言是对的 俗话说 吃罢十月茄 饿死郎中爷 大家都说 他是血管的保护神 他寡油的能力特别强 一个寡 就这一个字就很形象 就把它去三高的这种功效 凸显出来了 您这个肠子里的 血管里的油一挂出去 您是不是这几高就没有了 听你这么说 眼前这个茄子像一种器具 真的很形象 而且胖姐分享你一个 妙招绝招 减肥的就是神技 怎么着 一定要生吃茄子 您瞧胖姐减肥效果多明显 口香又差点 不对吧 胖姐 我听说茄子不能生着吃 茄子生吃会中毒的 你看看 好吧 二位医生 咱先说说胖姐的 他支持这个传言 说这个茄子不但寡油 还能有效地 就像传言里说的那样 就除烦躁 降三高 这个说法要不要奔一喷胖姐 喷 不冤吧 胖姐感觉好像挺冤的 这表情 是吧 这样吧 听专家怎么说 是 怎么理解 胖姐的前半部分都挺对的 确实我们这个茄子 它是性凉 然后可以活血化瘀 就您讲那个血管的 这个挖的作用 确实是有这个作用 这是它的特性 挂油的作用 挂油的作用 确实是有 而且茄子一定要连皮吃 因为这个茄子皮和这个D当中 是含有一种 维生素P的含量比较多 维生素P 这个很好记 要补P要带皮 补P就带皮 那它错在哪 但是胖姐后半段 告诉大家要生吃 这个是不对的 确实生吃茄子是有小毒的 因为它里面是还有一种茄碱 就叫龙葵素 它就跟我们那个发芽土豆 那个是一个道理 对 长了芽就别吃了 对 是容易中毒的 一定要煮熟了吃 但是确实这个茄子 很多人都爱吃 我也很爱吃 尤其是我们东北 这炖茄子土豆 那可能少不了 第三鲜对吧 第三鲜对 应该少不了的 而且民间也确实有这种 立下栽茄子 然后立秋吃茄子的这个说法 那这样吧 请唐主任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立秋吃茄子 它其实跟摸秋的这个习俗 是有关联的 有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传说 当时徐达不是攻入元大都 进入了北平府以后 然后长一村 他是个大将 大将手下有一个兵 他等于是摘了一个瓜 当时的那个 至军是非常严厉的 就说是你偷老百姓的东西 是要处死刑的 但是善良的元大都的 这些农民就想了一个招 说我们这个地方 立秋这一天 这个摸瓜 就是不算透 是一个民俗 这个事呢 就救了士兵了 后来呢 禅一村呢 就用茄子来替代 因为茄子呢 它其实做起来的 那个有点肉的那感觉 那么就是立秋吃茄子 跟摸秋 都是立秋的一个习俗 这是从人文的角度 那么从营养 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讲 立秋之后吃茄子 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 茄子呢 它有一些就清热的 有刺因的 有这个润燥的一个作用 刚才又讲详细内收了 这个其实我帮你走的话 它有的时候 就是外面 它就容易会燥 然后这个时候呢 咱吃一点 就是刺因润燥的这个茄子 是对人有好处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里面花香素呀 维生素E呀 维生素P呀 这个迪迪血液 对着动脉硬化呀 对着血压 对血脂 它都是有好处的 假如说啊 我就靠它来酱鸭了 我就靠它来酱汁了 当药汁 我就靠它来酱汁了 那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样 它是一个食品 这要做的就是极小的 那说到茄子 是吧 咱面前摆了 这么多不同品种的 确实都是菜市场 现在常见 对好像咱们北京 比较喜欢吃这种 圆茄子 对 然后我们东北 比较喜欢吃这种长茄子 然后江南我生活过 喜欢吃那种那个 颜色浅一点的 更细长一点的茄子 那唐主任 从您的角度 给我们分析分析 这几个茄子 这个茄子 其实我们从西汉开始 咱们中国人 就开始吃茄子了 印度是主要的 一个起源地 有一条道 叫深毒道 当时就通过这条道 在张迁出始西域之前 就已经传进来了 圆茄子呢 应该是在水塘时期 是个变种 所以后面呢 是品种越来越丰富 所以这三种茄子 营养价值是差不多的 对吧 就是口感上会略有区别 对对对 营养是一样的 那茄子它到底怎么吃 比较好呢 严医生您在这儿 给我们推荐一个菜谱 好不好 太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个 稍微改良一下的 拌茄子 拌茄子 听着就比较健康是吧 适合现在这个时令 我们今天刚好现场 请大厨了 来 我们请张大厨 来教我们做一下 这道拌茄子 来 有请 有请张大厨 主持人好 欢迎您好 又见面了张大厨 欢迎您 来 请 您好 张大厨 你下去等吃 好 张大厨 接下来咱们要做的 关于茄子的这道菜是 拌茄子 这是一道老北京 经常家里吃的小凉菜 好 咱们先看看食材 有哪些 茄子 这是北方的长茄子 咱们切的时候呢 就是连皮带肉 一块切出来 然后咱们再去晾 一定不要把皮去了 皮去了吃着口感 刚才讲到了 里面富含维生素P 这个是晾过的 太阳晒过 把这个水分晒干一些 是 我说看着不太一样的 我还以为说 这是不是提前切好了 这有点蔫了 但其实不然 对 是晾晒过的 为什么要给它晒干了呀 为什么 因为这个晾过以后 它有两个效果 第一呢 吃着呢 那口感特别好 肉肉偷偷的 对对对 有韧劲是吧 第二个呢 它炸的时候呢 不吃油 就规避着茄子吸油了 就是给它切开了 就在那儿晾着就行了是吗 对 有什么窍门没有 就这样 摊开了晾着就可以了 就摊开晾 就是自然晾 对 自然风干 这个晾晒是大概晾晒了多久 这个茄子也 咱们要是在户外的话 有个像现在的温度 有个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已经足够了 三四个小时 对 好 茄子还有什么 黄豆 这黄豆呢 是干黄豆 提前泡的 泡完以后 用水煮熟了一掉 咱为了节省时间 就提前加工好了 蒜 蒜 茄子必配 茄子搭配上它的味道 会特别好 好 咱们就先调个汁 锅里先来点水 大概是150毫升吧 好 别太多 生抽大概是80毫升 这是老抽 老抽适当来一点 找找颜色就可以了 一小勺 蚝油 这小蚝油 照着20克左右 来一小勺 醋 咱用的是米醋 这个醋呢 要比那个生抽 要多一些 大概在100 哇 醋 真的是不少发 这个小酸甜 然后冰糖 这酸甜口就出来了 再来点蜂蜜 这个就是综合一下 它的味道 是 看这个 张大厨 然后这个大厨 我看着帮里扒拉的时候 那个糖真没少扒拉 然后又加了一点点蜂蜜 这可能是对于滋味润造 效果还可以 但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 是 我建议来就 酌情处理 对 对对对 如果真是有糖尿病的话 那个糖甚至可以省略 是吧 是 是 张大厨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份 做这道拌茄子的基础食谱和配方 我们根据每个人的这种情况 不一样来酌情处 对 来进行微调 对 这个糖也好 咱们那个醋也好 就是适当地加减 也不会影响太大 就是根据口味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 把这个汁呢 这个糖熬化了就行了 好 盛出来放凉备用 接下来炸茄子 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到了 这个减脂还要油炸呢 这油炸也是有它功效的 炸的这种香的东西 它其实是可以健脾化湿的 对一些脾虚湿困的状态 有一个调节作用 这样的 您看 咱这油已经够热了 然后下茄子 好 这炸茄子要注意这油温 不能滴了 滴了以后 这茄子就会喝油 这油全吸进去了 对 然后出来以后 满盘子流油 您看 咱们这个茄子下来以后 它颜色已经微黄 它皮已经绷住了 所以它油呢 吃不进去 炸个三五分钟 就已经熟到了 您看 这茄子已经炸好了 微微发黄 对 然后皮还封住了 还没有油 放到汁里一浸 先垫一层茄子 蒜是提前拍过了 你看 拍扁了拍碎 对 更容易出味 黄豆放进去一些 黄豆也是煮过的是吧 黄豆是提前煮过的 先拿水泡 泡透了以后再煮熟了 煮个十分钟左右 是吧 煮面子 再盖上一层茄子 再来一层蒜 再来一层 这茄子咱就做好了 做好 但是需要泡一泡 让茄子入入味 蒜的味道出来 是 茄子把蒜的味吸进去 黄豆把这汁的味道吸进去 泡多长时间 泡两个小时以上 两个小时 好 这就是浸泡过后 可以起菜状态的 对 这道美食了 来 尝尝 来吧 各位包箱里的贵客 已经可以品尝了 太好了 有请 辛苦了 二位 谢医生 谢谢 怎么样 就是醋味 还有那个蒜味 都挺突出的 就很清爽吃下去 对 这道菜真的是很酸爽 爽口 然后又很香 刚才好像 我们聊的时候也说了 这个立秋的时候 适合吃一些酸口的菜 为什么这个节气 要吃点酸口的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秋季 它其实还是这个造主器 就是秋造 肺造 那我们造的时候 就是酸 它是可以敛因的 所以吃点酸 它是有润造的作用 酸敛因 好 谢谢张大叔 我们的这条传言 说的是立秋 吃茄子 能够降火除灶 防三高 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这是一个 非常棒的蔬菜 像各位医生说的 吃对了 对我们的健康有利 当然你想说 通过吃茄子 把它当药 去降低三高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我们来看下一条传言 是什么 这儿呢 怎么这么慢呀 都等你半天了 正赶上晚高峰了点 根本打不着戳 玩没带伞 冻死我了 快喝点这个热乎的蒸 暖和暖和 说秋吃白并不来 第一秋吃山药 不仅能减三高 还能补剩呢 还能减三高呢 山药本来就是 补皮一剩的中药 而且山药的生长指数极低 还有多种丰富的营养元素呢 那我再来一碗吧 今天的第二条传言呢 就是三高中医里面是什么 就是湿酌嘛 然后那健皮以后就可以生青去酌 那它自然就好了 那我们平时最熟悉的健皮的食物 就是山药和大枣 而且山药我没有知道 它还有那个益肾的功效 对吧 顾本培元 我们身体的基础好了 自然也就不容易得三高了 马国宁同意说 既能降三高也能够补剩 二位医生要不要喷它 喷 我们该怎么理解 它的这番表达 刚才咱们说了 节目一秋以后 仍然是在一个 就是熟日的季节 皮的功能呢 还是要偏虚的 这么个情况下呢 就是正好山药 这个药是同源的 它能够什么 它能够健皮一剩 而秋天呢 正好是一个 比较燥的一个季节 这时候那个山药 比较润 这个时候呢 吃山药呢 还能够就润燥 但是拿它来降三高 说是吃它就肾不虚了 这有点严过其实了 不能当药来 就是它好处是有的 但是没有那么夸张的好处 对吧 那从我们今天的主题 从这个防三高的角度来讲 这个山药有什么作用没有 首先来讲 这个山药里 它含甲的含量比较高 咱们中国人这个饮食习惯 它都是钠含量高 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盐 如果盐不够 我觉得没味道 但是真正的 如果高压健康饮食 是应该什么呀 它应该是少钠高甲 咱们中国人正好是什么呀 高钠低甲饮食 这个山药里边 这个甲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如果含甲高的食物 对血压高都是有好处的 另外一个 它有这个黏蛋白 它可以阻止这个脂肪吸收 它对血脂也有这个好处 另外一个 它有些纤维 这个东西 它对于这个脂肪 这个韵化也会有好处 所以说通过健脾的方式 也能够对这个血糖 也会有些好处 太好了 真是好东西 是 山药这么好 但是我们也知道 山药是一个大家族 他们家里有很多远房的 近亲的亲戚 我们这有一个图片 这样八种不同的山药 我们该如何去购买和挑选 请教一下二位医生 其实我们中医当中 它是分道地药材的 那山药到底是淮山药 就河南的山药 然后淮山药当中的一般 我们是购买铁棍山药 它的药效是更好 哪个是 为什么淮山药会能煮药 它跟其他的山药不同 在哪里了 我们中医讲究道地 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产一方药 就那个地方的这个药 它可能天时地利人和 它的四七五味是 最能满足我们 这个用药需求的 自古以来 我们就是淮山药入药 所以你看我们大伙 在去菜市场的时候 如果想要 吃了这个山药 更滋补一点 更好一点 我们可以选择 淮山药或者铁棍山药 对 其他那几种 你看还有这紫 像紫薯是吧 对 紫山药呢这种 这个紫山药里边 第一个它有花青素 这花青素呢 大家都知道 它对这个抗衰老 对血管阴化 抗氧化是吧 对 抗氧化 对有一个好处 这样来讲 这个就是个紫山药 含糖量比较低 比较适合 就是糖尿病的一些患者 不怎么甜 所以山药有很多的品种 不光是口感不一样 是营养价值 也是差别很大的 是的 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那既然今天咱们说山药 接下来呢 这样吧 给大家再推荐 一道山药的菜好不好 四神芙蓉汤 四神芙蓉汤 太好了 有鸡蛋估计 有请张大厨 来 有请 再次欢迎 看到你就看到了哪位 我们下去等吃 四神芙蓉汤 咱们看看这个食材都有什么 是哪四味神 山药 咱用的是铁棍山药 百合 兰州的百合 为什么非要是兰州的百合 主要产地就在那 它那产的是最好的 地道风物 你看淮山药 兰州的百合 马蹄 然后这是鸡头米 也叫芡头米 然后还有更好听的名字 叫美人米 这也江南的 对吧 对 江南的 美人米 然后这是莲子 好 这莲子是新鲜的莲子 用鲜莲子 不用那干的莲子 对 您扒一个莲子吧 把这一层皮剥掉 莲芯去掉 因为莲芯太苦了 所以您看 这莲子皮这么一包 就代表了 这道四神芙蓉汤 是一档食令的汤 对 都是食令的 然后配了一些瘦肉 不要多 这肉我已经提前焯过水了 然后焯水的时候 特别讲究 这个肉用水 把它这个血水泡透 泡透以后 焯水的时候 把锅里的水烧开 烧开以后 把这些肉丁放里 不要开火 浸它 把这些血水浸出去 然后这肉也成熟了 但是它的味道 营养 还有它都不会流失 那要是放进去 不关火 一直那么孤独 这会 肉会煮得比较老 柴 这一个小技巧 你看这是一个小窍门 茯苓 陈皮 然后这个是冬瓜 冬瓜呢 咱们提前已经给它做好了 成个粥了 对 成一个粥 放在锅里蒸 咱是隔水炖 好 第一步是什么呢 然后咱们把这个锅里来点水 咱先调一下这个食材 调个汤 等于用这种土锅 砂锅 对 水不用太多 因为咱还要放食材呢 先放这些不爱熟的 鸡头米 大概是10克 对 这个也是提前泡发过 是吧 这是鲜的 没有泡发 莲子10克 马蹄30克 山药10克 瘦肉不要多 大家这个顺序要记劳 先放一些不太好熟的 比较耐火煮的 像芡石子 肉 茯苓和陈皮 是吧 然后少来一点点盐就行 这里边并不需要什么太多的 先放盐 咱是隔水炖的嘛 对 我发现就是越鲜的汤 越不需要放太多的调料 对 因为这个汤 它整体的是甜为主 就基本上莲子 芡石 百合 这都是甜的 所以加一点点盐 激发它的鲜甜就可以了 好 咱这个水烧开了 这个食材已经煮开了 然后盛到冬瓜粽里 好 你那个冬瓜粽里 那个冬瓜肉 给它咬出来了吗 还是就在里面放着 这个肉已经都取出来了 取出来了 取出来了 你那个肉还能干嘛用 咱们做别的菜的时候 就给它吃了 这个冬瓜 我也老觉得说 中小来讲 它也有一种的好处 冬瓜它有沥水的作用 对 对 对 刚才你刚讲完脾湿 这个 你想咱们这有个中央 冬瓜皮就是沥水消毒嘛 正好拿这个冬瓜 这个沥水 然后去湿这个作用 我觉得然后 而且保持它那个鲜味 而且这样炖出来的 它本身是滋阴效果非常好 好 盛到冬瓜里边 咱换蒸锅 一般广东的汤 就比较讲究隔水炖 对 对 好像更能保持它的营养 对吧 对 对 因为隔水炖呢 它相当于我们所有的东西 都在里面内部循环 循环了 终于讲这种汤 它比较滋阴 而且它不浪费它的营养 就没有被蒸发掉 没有被蒸发 对 对 对 怎么样了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 咱们到最后一步 哇 这个冬瓜 已经是熟透了 您看 这已经颤颤巍巍的 然后放入百合 现在是黄绿色 百合放进去 再蒸个十分钟 好 咱们全程这个蒸了四十分钟 好了 咱们的冬瓜粥蒸好了 四神芙蓉汤 太棒了 这卖相 太好了 谢谢 谢谢张大叔 鲜汤啊 此物只应天尚有啊 太美好了 来 二位 我们到了最美好的时刻了 来尝一尝 哎呀 好鲜啊 清香啊 太鲜了 这就是属于这个季节的汤啊 你喝一口下去 感觉非常的舒服 对 真的是啊 对 其实我们这个汤 为什么叫四神芙蓉汤呢 它的主要的一个汤底 是四神汤 芙蓉 槐山 莲子 芡石 那这四味白色的食材 它其实都是有健脾的功效 而且我们说山药 芡石 还有莲子 其实都分别 还有一些补肾的作用 然后为了印这个秋呢 又加了百合和马蹄 这两位呢 分别又是养肺因的 其实我们这个百合呀 如果大家不要把它打开 它就一整颗水煮一下 它最后像一个盛开的芙蓉花 所以这个四神芙蓉 就是取自于这个百合 就是这个这样的百合 现在是一个花孤朵 含苞玉放的状态 就整颗的放在锅里煮 它就会开起来是吗 对 好 谢谢 谢谢张大厨 谢谢严医生 若我们带来这道 四神芙蓉汤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传言 说丽丘吃山药 三高降了 肾不虚了 这个呢 有点言过其实了 山药确实是药食同源不错的 但是说指望它就降三高 补肾虚确实有点夸大其词 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呢 比如说四神芙蓉汤啊 还有山药的一些 淮山药啊 铁棍山药的一些种种做法 把它吃起来 对我们身体是有一个调节 和补益的作用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传言是什么 老李 洗手 包饺子 这面怎么是黄颜色的呀 你别说还挺好看 这不光好看 还好吃呢 我呀 今天特意弄的南瓜泥 这多费劲呢 你包点白面子不完了吗 咱们以前那邻居张姐 她妈在农村种的南瓜 她特意挑个大的给我拿过来的 这张姐还跟我说呀 历秋以后多吃南瓜 吃虫草都不如吃南瓜好 这个南瓜呀 健脾 助消化 还降三高呢 我吃一辈子南瓜了 还没听说过啊 有这功效呢 诸医学讲的是五色入五脏 这个黄色的食品呢 是健脾的 还含有很多纤维素 还降血脂呢 赶紧包吧 这馅怎么也是南瓜的呀 好 我们这条传言说的是历秋后 多吃这个瓜指的是南瓜 虫草都不如它 健脾胃 促消化 降三高 听听大家怎么看 唐志强 我觉得基本应该是对的 你看所有瓜当中最大的是南瓜 你见到有几百斤重的南瓜 有没有 对 是 对 另外一个呢 南瓜生命力特别完胜 它的根能砸到几十米远去 我相信它是有这样的一个 人类需要的期盼的功能 它都应该有 唐主任觉得这个南瓜的生命力很强 长得很快 所以我们人吃了生命力也会很强 对不对 我相信唐老师科普的都是对的 对 但是他对于这个传言的说法 到底是不是对的 二位一生要不要喷它呢 喷 哎呀 您也有今天呢 没有 其实唐主任前面也说了 我觉得基本正确 给自己留了个活口 所以喷了也不圆 对 对 南瓜是很特殊的一种瓜 生命力很强的一种瓜 但是它对于酱三高 健脾胃 是不是有这么强的功效呢 其实南瓜呀 在我们中医里面讲 《本草纲》有记载 它是肝温益气的 它本身确实是可以健脾胃 还可以一腥 还可以养肝 功效还是比较全的 但是呢 特别是我们现在大家 比较爱吃的这些品种 淀粉含量还是挺多的 而且也挺甜的 所以它的生糖指数肯定很高 对 这不是说是血糖高的人 就可以吃南瓜了 对 原来不都听说 这个高血糖的人 可以吃点南瓜吧 少吃点馒头 吃点南瓜 这个南瓜呢 它的确它还有一些 就是还有些纤维 它这样的话 它可能会 就是延缓这个血糖这个吸收 的确是有这个功效 但是现在的南瓜 我感觉真的很甜 是 南瓜好吃就是含甲量比较高 仅此而已了 但我们看到南瓜的品种 也非常的多 那它从营养价值方面 有什么区别没有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 就前面这种是贝贝南瓜 那像这种贝贝南瓜呢 它一般我们是蒸着吃 因为它口感很粉 然后还有这个 底下这个是长条形的 就牛腿南瓜 它是含水分比较多 可以朝着吃 而且它这含糖量也不高 对 最甜的就是那种墨盘南瓜 其实它享受处非常甜 所以我们也拿来做来包粥 南瓜羹 是吧 对 我听到一个说法 说吃南瓜吃多了脸变黄 也不知道有没有这道理 反正是有这种说法的 就跟那吃橘子吃多了一样 那那里吃多少呢 确实是有这个说法 真的吗 抱着南瓜啃了那是 因为南瓜含有大量的活萝素 活萝素多了之后 它会在身体皮肤堆积 有一种皮肤异色症 就是吃这种活萝素多了之后 皮肤发黄 面色怎么有点发黄呢 可以先 反省一下吃了是吧 找一找 有没有吃这种胡萝卜呀 南瓜呀 橘子呀这种 橘子也会是吗 对 然后我们这个 《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 以前的时候 它可能分不清是 这个皮肤异色还是黄胆 就是说这个南瓜多食黄胆 就你吃太多南瓜 就会造成黄胆 其实它可能并不是 真正的黄胆 就是这个活萝素堆积 造成的皮肤异色症 好 今天我们的传言呢 可以说是在菜市场逛了一圈 各种独菜都帮您梳理了一下 跟我们三高的关系 收获颇丰 那么在这个季节 关于秋天的补益 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呢 一段广告之后回来为您揭晓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呢 跟您再梳理一下 在秋冬进补的时候 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能够让我们远离三高 我们做了一个板 先来看第一个 说的是 要了解自己的体质 需要进补时 再进补 对 其实我们反复强调 补是很难的一件事 真的只有纯虚的人 他才能够补 比如说气虚 血虚 阴虚 阳虚 而且你的身体 还没有一些这种 弹拙淤血的存在 你的脾胃还是比较正常 比较健运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直接补 否则的话呢 都得先通 先清 把你身体的一些垃圾清了 然后脾胃通调顺畅了之后 才能够补得进去 那什么人特别不适合补呢 你假如说 一个形体特别肥胖 然后就是那种 我们称之为油胖的那种人 这样子就不太适合补 因为你本来 其实你的营养 其实是一个过剩的状态 是个丰富的状态 够用的状态 甚至有点过用的状态 所以这种就不太适合补 另外一个就是 你脾胃特别虚弱 你吃顿饭 稍微一吃就撑的话 我估计这样的人会很多 就你的胃功能好 这种患者其实也不太适合补的 所以说是不是补 一定要看自己的体质 看看第二条吧 第二条 美食虽好 需注意方法和量 我们现在的这个食物 其实也进化的 我们叫内卷的特别好吃 甜的都非常的甜 香的都非常的香 然后造成我们 真的是大量的摄入 稍微一不注意就吃多了 所以我们这个进补 一定要讲究量 尽量地吃食物本身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山楂就吃山楂 不要吃这个加了糖的 当你是有血糖 或者是一些血脂的问题的时候 你在大量地吃这些 含有淀粉或者高糖的食品的时候 一定要经过换算 然后减少相应的主食的摄入 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 这个提醒特别好 别说什么东西好 我就多吃 那反倒适得其法 过游不及了 好 第三条 要先通再补 避免饮食机制 因为这个咱们吃进去 如果想达到补的效果 一定要经过脾胃的运化 我得把它变成这个营养物质 它才能起到补的作用 如果说你脾胃的运化功能 已经很差了 它已经干不动活了 就流了一堆活 我想明天再干 结果你又给一堆活 全堵在那了 对 全堵在那了 所以你是补不进去的 反而会加重这个机制 所以这个先通 对于补来讲就非常关键 对 先把这个机制去掉 对 要不然补不进去 通路没有 那么怎么通呢 严主任 有什么方法 对 这个又很关键 其实刮痧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通畅身体 这个气血气脉的好方法 那到了秋天之后呢 很多人这个胸中之气 它其实得不到抒发 它就会影响肺 影响脾胃 然后在特定的穴位上 进行这个刮痧 是可以起到一个开胸散结 然后甚至可以起到一个 通调脾胃的作用 来 我们请苗野当个模特 给我们演示一下 苗野觉得自己 有没有刮痧的需求 你看我这个 就是油光增亮的大胖子 那其实刮痧呀 在古代它是家常都会用的 我们这里准备了一个 专业的刮痧板 如果家里没有的话 用我们的小刺盘呀 小刺勺都可以 然后需要一点煤芥 这个煤芥就是家里面的 食用油 那你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用一点叠打万花油 或者一些比较好的精油 其实都可以 它就是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那其实关键点 是在于取血 我们可以把苗野的 这个衣服打开一下 男性就非常好取了 我们这个淡中血 就两乳头连线的终点 大概在胸骨饼这个位置 好 这个位置按一下 可能会有点痛 酸痛 有一点感觉 对 然后我们用的时候 可以稍微蘸一点这个油 你看苗野一刮 就基本上 出沙了吗 哎呦 一下子就红了 瞬间的 所以从这个表现来看 它是什么体质 它是典型的弹湿体质 然后这个胸中之气 是不舒的 对 我看一下舌头 你看 就是很明显 它的整个舌质是 有点胖大 齿横 然后颜色是淡红的 所以它是有弹湿的 平时是不是 特别注意 你看 看看它的这个舌尖 是有点红 所以跟这个节气是相应的 就在我们秋天的这个秋灶 它上胶这一块 心肺这块 它是有点灶在这里面 这一刮这个血 立马就能够出沙 这个苗也可以自己在家刮一刮吗 对 完全可以自己 刮多长时间 刮到它不再继续出沙了 因为是有一些女性朋友 长期坐办公室 然后她会胸闷气短 一上楼梯就觉得气喘 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包括一些情绪问题 对乳腺都有好处 对心肺都有好处 对 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 可以把它扩大一下 我们可以从天突屑 天突屑就是在我们锁骨的顶端 这个位置 一直刮到蛋中屑 这样一路刮下来 对于很多这种感冒之后 出现的胸闷气短咳嗽 然后咽喉的敏感都很有效 这个方法好 这个力度是劲儿越大越好吗 还是要适中一些 其实是要有一个角度 然后我们刮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角度 斜45度 斜45度 有一个轻容 然后还要跟患者互动 就他感觉不要特别痛 但是我们又能够用力 把这个沙给透出来 在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 是沙出的越多越好吗 沙出的越多 代表身体气血预质的状态越明显 所以一般第一次刮透了 后面就没有这么多沙出来了 对 可以看一下 这个出沙出的就很明显 感觉怎么样 现在刮完 刚开始觉得挺疼的 但是现在觉得很舒服了 然后这种疼也慢慢地 就感觉像是很通透的 那种很舒爽的感觉了 而且这个位置很好找 你自己回去可以就刮一下 自己下手 对 好 谢谢 谢谢苗也 谢谢苗也 谢谢严医生 好 今天听了大伙的分享 我对秋补这两个字 有了全新的认识 你看秋补 秋补 我们既要抓住 这个秋天进步的好时机 但是补不等于盲目地 大鱼大肉 要对症补好 我们才能远离三高 才能预防冬病 没错 好 那在这个丰收的季节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一份健康 好 感谢两位医生的精彩讲解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嘉宾们的参与 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咯 朋友们再见 再见